我们常常讲说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呢 就算你的这个上一代有钱呢 也许下一代就不晓得要珍惜呀 不晓得要怎么样来撑住家产呢 也可能败得一干二净的 电影《活着》里面葛优不就是这个小开 最后把家产败光光吗 高雄市有一个沙茶大厂的小开 十几年前卖掉爸爸林姨流的这个土地 拿到了三亿元的巨款 没想到花天酒地夜夜声歌 甚至还传出来什么 他拿这个床铺都是拿千元大钞铺的啦 Porsche的这种好车子 一下子买五台呀 短短三年不但把三亿的家产 都给这个败光了 连家人都跟他断绝关系 那么现在甚至沦落为街友了 到处偷窃恐吓吸毒 还甚至在卖场偷85块的蛋糕被带了 三年败光三亿遗产 发生在高雄市这间沙茶匠大厂 工厂的杜姓小开 十多年前卖掉父亲遗留的土地 从此夜夜声歌花天酒地 短短三年把三亿的遗产挥霍殆尽 他是蛮乖的小孩 就是上国中之后 就是要他拍朋友 不要再抢 其实 上国中学 就是学牌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朋友带话 而且他思想有一点偏激 大嫂一提到小叔就伤心 家丑不可外扬 但杜姓小开行为脱续 外界传闻 他上酒店用千元大钞铺床 甚至把大把钞票当成废纸烧掉 还带十几名小姐回家过夜 大嫂通通证实 妻子心碎 家人绝望 最后全家发出声明 跟他笨绝关系 那种事就是经济关一关 后来他会悔改 但是一直都没有 所以我们对这个人就等于是放弃 我们这边就不让他进来 因为话清楚的话就不让他进来 因为他来这边都有怪异的动作 也有一种暴力的情绪 多姓小开沦落为街友 还有偷窃 恐吓吸毒前科 时常打电话要钱 日前还在卖场偷85元的蛋糕被带 度假沙茶大厂 在南部非常知名 游泳大片的厂房 意外小开沦落到偷蛋糕 命运起伏令人感慨 昨天新闻季节 很高梦柔 高学报道